3月29日,日本以大幅扩大自卫队任务,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,正式实施满三周年。 而且,根据该法案,日本政府还计划在4月份,中旬至11月底期间,向埃及西奈半岛派遣两名自卫队员,参加多国部队观察员团。 对以色列和埃及两军展开停战监视活动,显然,日本海上自卫队逐渐走出日本国门,已成为渐行渐进的事实。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区逐渐事实上的航母化,也因此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。 日本出云号准航母 2018年12月,日本通过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,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主要涉及两点。 一是出云级直升机驱逐渐的航母化,二是日本自卫队,要尽早构建跨域作战体系。 各方面的事实和分析表明,日本突破和平宪法,积极介入南海事务,已成为其既定的战略决策。 它将竭力使自己在亚太地缘战略格局中,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次轴心。 这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。 出云级航母化后,日本海上编队的主要任务,将由原先特重反潜护航,转化为制空作战。 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日本四支护卫队的群旗舰,分别由白根级,或真宁级直升机驱逐舰领衔担当。 整个护卫队群级最初的88舰队,发展成后来的90舰队,组成还拥有其他7艘虚逐舰,10架直升机。 具体包括,一艘金刚级或爱荡级,一艘旗风级,一艘出雪级,一艘村雨级,和三艘潮物级驱逐舰。 10架舰载直升机,大多是FH-60JK。 它们是以反潜作战为主的多功能直升机,对海面等低空目标能可靠搜寻。 对来袭的反舰导弹侦察效果也不错。 F-35B隐身战斗机 事实表明,原先的日本护卫队群的搜潜反潜功能突出。 反舰作战能力也不俗,但防空能力较为薄弱。 而敢为由出云级和日向级四艘舰领衔,担当编队起舰后。 特别是F-35B隐身战斗机,登上两艘出云级舰后。 至少这两个护卫队群原先的反潜护航功能,变为远海远洋的制空制海作战。 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出云级航母化后,其编队的行动区域和作战海域将明显扩大。 势必由最初的日本周边及近海海域延伸到远海远洋。 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,确立了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方针。 在出云级航母化之前,日本就在不断努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,并力图江陆、海、空自卫队,演变为国防军。 今后日本的军事力量,特别是出云级航母编队,很大程度上将不受任何限制,肆无忌惮地驶往海外。 积极配合美军的海外作战行动,全面保护所谓的日本海外利益。 从2019年起,日本海上自卫队,还将陆续引进美国生产的标准-3BLOCK-2A和标准-31B拦截导弹。 前者将重点搭载于改进后的爱荡级,及新建造的宙斯顿导弹驱逐舰上。 出云级航母化后,其海上编队作战,将由最初的单一空间扩充套件至今后的多维空间。 根据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规划,未来自卫队将发展成具有跨域和多域联合作战能力。 这种多维,主要是指在传统的陆、海、空作战空间外。 新增太空、网路和电磁空间等作战空间与内容,比小型航母还要大得多。 无庸置疑,今后日本军方将更加突出新领域作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,使其达成完美融合和权威贯通。 初云级航母化后所带来的最大影响,实际上是对日本海、空自卫队,乃至整个日本海空作战力量的整体提升。 以及百机力度质的飞跃和对行动信心的全面提高,大量新式武器装备日本自卫队之后。 原先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,武器装备方面,所存在的烈士或军事,整体作战效能日显不足等弊端,将可能开始逐渐出现,朝有利于日本方向的转化。